第九題,右圖唯一神坡的一部分 坡向右傳坡,當B點在最高點的時候 珠點應該在何處 那我們可以從圖形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B珠之間的距離呢 是有所謂的半個坡長 二分之一個坡長 那麼我們知道坡長是從坡峰到湘陵的坡峰 那叫做一個坡長 或者是坡谷到湘陵的坡谷 叫做一個坡長 所以它如果半個坡長呢 應該是所謂的坡峰到坡谷 也可以從這個圖上看出來 這樣叫做有半個坡長 所以一個在坡峰的時候 另外一個在坡谷 一個在最高點的時候 另外一個在最低點 所以呢我們知道 當我們的B點在最高點的時候 珠點呢應該是位在最低點 一個在坡峰的時候 另外一個在坡谷 所以我們第九題答案呢 選擇是A最低點